为了让弱势家庭可以欢喜迎新 温馨过好年 新城相公所15号中午 举办了111年度的寒冬送暖岁末围炉活动 邀请到乡内中低收入户 独居长者 还有公所安心相公受雇人员来参加 整个活动温馨又热闹 春节是中国苏青年来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节庆 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菜肴围炉和家团圆 为了让弱势家庭能够欢喜迎新年 温馨好过年 新城相公在111年1月15号中午举办110年度 寒冬送暖水门围炉活动 邀请乡内的中低收入户 独居长者以及本所安心上宫故宫人员参加 活动温馨热闹 今天天空非常的纵美 天气非常非常的好 新城相是一个大家庭 是一个族情融合的一个乡镇 像这里面住着我们这一起非常善良 非常好客的我们的家人们 今天大家奇迹在这个地方 除了要来感谢我们所有的企业 来协助我们在过期这一年当中 多于乡内所有弱势的族群 包括今天的参会 要向他们来表达感谢之意 你们的温暖 我们深深的感受到 要谢谢各位 要谢谢今天 我们所有代表会的代表们 村长们 我们的立法委员的主任也好 等等 都是我们大家的贵客 今天请你们邀请你们来 要让我们新城的各界 让我们的家人感受到你们的关怀 所以今天礼台在顺后年初之际 除了要来向各位来表达谢意以外 也要祝我们新的一年 各位苦苦生风 适事顺遂 希望我们的家人们都健健康康 尤其在疫情这段的时间 现在疫情逐渐在升温 希望我们的家人们 我的乡亲们 能够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就是家庭幸福的福分 再次向各位表达谢谢 对我们公所潜力的支持 让我们在社会福利十大的 有感政策也好 百大建设也好 因为各位在座的支持 让公所都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顺利 完成各项的建设 以及社会福利等等 我们是个幸福的一个乡镇 再次向各位在岁末年初之际 表达谢意 建议祝各位 新的一年 四四十岁 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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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可以 下来 有个iels哪 是先想要大家庭 在彼此互助 分享关怀 以及支持中 各个拥有爱人与被爱的能力 其盼入市族群 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怀 以及帮助 应该在水墨之内 扮演寒冬送难 水墨围 并且感谢各界的爱心捐助 回馈社会 以及协助相公所办理这次的活动 更借由为人的活动 发挥爱心 关怀族旧的老人 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 使得得到社会上更多的关注 记得喜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